大哥 当年郭德纲和赵本山一起上节目 两人还说起了团队的管理 您觉得他们两个团队管理上有什么区别吗 赵本山的团队比郭德纲的要早 是 而且赵本山当时肯定是 比郭德纲管理的要好一些 对啊 他说没有一个走的 现在不是也走了不少了吧 是 还是得说钱都有利益 你管的再好 你没钱谁给你干 这些东西是大气候 对吧 当时他就是红火 人嘛都是为利益 你红火我就扒着你 徒弟对 都在那待着 对都扒着你 你一倒霉了 那树倒不存散 古化 对啊 这肯定的 是吧 所以说他那团队你看也出问题 但是 那天可能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是 就是 负面的 人家可能就屏蔽了 或者就是也少 报道都少 对 不像现在这个 周云社一有点事 马上就有人炒作 是啊 哇哇哇的一炒作 那那这事就成大事了 没有什么事的问题 你比如说 那徒弟一个婚了 结个婚了 什么搞个婚完练了 这挺正常的事现在 当今社会 那当今社会 这不是太正常了 啊 他就有人吵 他有人盯着你 是啊 你这就麻烦 你现在这狗仔队盯着你 你到哪他都跟着你 你这么多睡觉 他能进去都盯着你 你这就麻烦了 赵本山这团队不是有一女的交掉也走了 我还一徒弟说 交70%的什么演出费 收入 哦 那还一个不是老公投资失败了 啊 他也算了赵本山的头上了 那是交掉 赵本山他 人都有这个最高光的时候 是 也有这个下滑的时候 你到了底 你上不去了 那你头子正好是他下滑的时候 那你没办法 是啊 天之丽丽丽完了 对啊 那现在 咱说在赵本山的小品 也确实是不错 演的挺经典的 他现在要出来还是有 有着有看点的 是 那他他出不来 你这也没办法 是不是 因为什么原因 那咱就不知道了 但是 他要真出来 我这人不管他是什么人 他演的好 有道意就行 哎 赵本山演的确实好 有看着 对啊 你看他就是 就是好笑 是 你春节时候就等着他住了 押皱的嘛 对啊 你看那前那郭东霖什么 他们那也演 对 但是那就属于客串了 说白了 有时候就感觉 嗯 也不是不好 但是就等赵本山 是 是吧 对 你现在你看 咱说实话 嗯 德云社要跟赵本山比起来 还差着一个级别 我觉得 在人的心目之中 对 你要赵本山 跟德云社俩打来台 那看赵本山的还是多 哦 我这么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反正我肯定就看赵本山去 对 你知道吧 他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吧 是 所以说也是 赵本山跟郭德纲 查的那么大岁什么 对啊 根深蒂固本人也演出 他出来的宝 青春一来 省一来 后浪拍前浪 前浪拍在沙滩上 那是正常的 哦 就说他那好多徒弟 什么走也正常 正常 嗯 企业嘛 他现在不是说 像以前那个团队了 现在叫企业了 企业就允许 有进有出了 允许员工离职 那就不一团队 你是师傅 我是徒弟 咱就这二十个徒弟 咱就一块吃一块住 一块演出 过去说的是那个角 您什么角啊 您角你得养那些人啊 是啊 我一出来 他就能养了 带带起这帮人来 这帮吃喝就全跟着你了 嗯 你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企业 企业就大了 哦 是吧 嗯 赵本山他本身传媒 都应设计 都大了 大了 里边就什么人都有 那所以说赵本山 当年跟郭德纲来讲 还说呢 哎呀你我这徒弟没有一个走的 当年吓我郭德纲吗 那是他那天 红果的时候 啊 走一次败字的时候 嗯 才能看出这个人的是真心假心 没错了 你在红果的时候谁都捧着你 对 对吧 嗯 你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他都爱吹牛啊 是啊 他就是怕人看不起他 当初我喝红果 现在我走败字了 他一样他摆着那架子不倒啊 就是怕人看不起他 其实人都是现实的 对 今天这顿饭谁买单 当年可能比如呢 一跟着他出去的时候 他买单 全是大餐 是啊 现在出去吃个油饼 他都跟你借钱了 你这一晚上 你说这些人还能跟着他吗 是啊 是吧 挺正常的其实 是啊 是正常的现象